都是要大了 秘密秘密 所以我想了我的歌應該跟著我的人 慢慢地長大 這樣大家會覺得很自然 那麼像以前在我們節目裡有播的 《月亮傳》啊 《輕輕告訴你》 那都是兒歌嘛 小孩子唱的很純真 那一直一直過了 到現在這麼大了 不能再唱那麼小的歌 那麼就會有個轉變 順其自然地長大 那好像我現在唱的 節目裡有播的 星星是我看你的眼睛啊 你看藍藍的天啊 我覺得除了輕鬆純真之外 還給大家 我唱歌 還跟我們的楊玉瑩妹妹不一樣 她是除了偶像是吧 玉女 很純情 對 因為我覺得大家看到我的樣子 挺起碼不一樣 但我覺得我的一張臉很中國 很心虛 這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是她 好的 我們做歌手 我相信楊玉瑩跟我一樣 都希望我自己的歌 大家都會唱 對 這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是他們可以 把我們的歌 都當做他們的朋友 對 那可以跟我們的歌聊天 對 他們工作學習累了的時候 可以躲到我們的歌裡面歇一會兒 對 如果和他們的心有共鳴 對 可以他們得到休息的話 那這就是一首好歌 對 另外我覺得 通過一首歌 能夠讓我們大家互相認識 這也很重要 在歌聲中做朋友 是吧 對 我想跟歌迷們溝通 還有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就是把你們的作品送到